说今日 厦门的宋某街道女友杜某消息 称自己被绑架 绑架方的索要三万的赎金 那么宋某报警之后呢 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 经过侦查发现 这场绑架案 竟然是该女子为了测试男友 爱钱还是爱她 自导思演的 最后呢 该女子因谎报案情 被处以行政拘留时日 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咱说大妹子呀 真爱无敌 你的这份不信任 或许才是压倒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吧